包括民眾的捲輸 就我知道也不是從烏克蘭來協助 跟他們一起合作進入到烏克蘭 徐曉星委員身為外交國防委員 卻以拼湊的文件 個人連連看的意測 加上局部的捏造 去做這麼重大的指控 他指控台灣 金元捷克烏克蘭 甚至說這些錢 會去養別的國家的政治人物 甚至採購有弊案等等 他不知道這會引起多大的國際風波嗎 他不知道這樣講是極其不負責任嗎 用猜測想像方式 去指控我們國家外交部 做這樣子的動作 卻不先加溝通查證 或者以立法委員的職權進行核實 只求個人的聲量 卻自私到枉顧國家利益 這令人遺憾 我們很遺憾 徐曉星委員身為外交國防委員 卻以拼湊的文件 個人連連看的意測 加上局部的捏造 去做這麼重大的指控 他指控台灣 金元捷克烏克蘭 證據說這些錢會去養別的國家的政治人物 證據採購有弊案等等 他不知道這會引起多大的國際風波嗎 他不知道這樣講是極其不負責任嗎 先說他手上的公文資料 那些資料不就是我們國家的外交部 提供給外交委員會 我們國會議員可以看得到資料嗎 所以這顯示 不管是機密或公開 我們外交部對外的動作 都在國會的監督下 否則你怎麼會有這些公文資料 這些公文資料不就是外交部 提供給外交委員會的國會議員 來做審視 來做判斷的嗎 那如果對資料的內容有疑慮 或者有不了解 大可以質詢 秘密會議 邀請私下說明 或者召開相關的會議 結果不這樣做 直接把它丟出來 用猜測想像方式 去指控我們國家外交部 在養捷克的政治人物 在養烏克蘭的政治人物 做這樣子的動作 卻不先加溝通查證 或者以立法委員的職權進行核實 直接這樣做下去 只求個人的聲量卻自私到 罔顧國家利益這令人遺憾 事實上我們國家的援助計畫 都有一定的法定程序 那這些程序呢 不管是幫助建立 對烏克蘭的外商燒炭商的醫院 這都是在我們人道援助的項目裡面 公文我們也會看得到 另外這些援助的項目 為了防避 也為了照顧我們台灣國內的業者 也要求相關的器材採購 必須在台灣這邊進行採購 這何錯之有 沒有任何證據 就說這些採購誰會得利 會圖利誰 證據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 作為一個國防委員或外交委員 有很多方式可以去查明這個事情 不管是經濟會議公開會議 私下查詢公文查詢都可以 卻不這麼做 只是透過公開的方式 直接指控台灣去介入捷克內政 烏克蘭內政 說台灣的精源在養捷克的政治人物 難道會沒有嘗試到 不知道這樣的指控會引起國際軒然大波嗎 別的國家不需要啟動調查嗎 當啟動調查之後 做出指控的許曉星委員 拿不出任何證據 台灣的臉要放到哪裡 以後還有哪個國家的政治人物 願意跟台灣合作 進行國際人道救援 用推測意測謊言 去做這麼重大的指控 這已經不僅僅是外行可笑而已 簡直是自私地只追求個人的流量 或者想要轉移自己身陷醜聞的焦點 卻罔顧國家的利益 甚至於是利用自己的職權 能夠掌握的一些片段的 公文就做出大膽冒進不負責任的推論 然後向國際做指控 這樣的做法 對台灣只有傷害毫無注意 令人非常的遺憾 有請吳部長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吳部長 有請吳部長 徐委員早 吳部長 那這個很遺憾 沒有辦法在這裡再跟你做 更多太多的質詢 那但是我想問你喔 從2018年開始到現在 您自認為在部長這個職位上面 您做得好或是不好 做得好的話哪裡做得好 做得不好的話 自認為哪裡還有可以檢討的地方 非常謝謝委員的這個垂巡 到現在為止 我已經到外交部 已經兩年 已經六年出頭了 那從進外交部到現在 每一件事情 我都非常的認真在處理 那至於好或者是不好 那我想就留給國人 來做這個評論 好的 那國人打分數的部分呢 無外乎是希望從外交上面 能夠換到很多的經濟成果 比方說呢 先前 我們在簽訂萊豬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期待 可能會有BTA的簽署 可能會能夠加入IPEF 那請問 部長您已經即將要卸任了 在這兩個主要的經濟的 經濟體的這個加入項目上面 我們何時會有進度呢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台灣如果說 要跟其他的國家 有更多的這些貿易往來 或者是說在政治上 有更好的這個氣氛 遵循國際的法規 這個是一個必要的做法 那也因此我們在進口 或者是出口 這些相關的產品的時候 就是必須要遵守相關的法規 依照科學的證據 來處理相關的這個進出口的 這個工作 那有關於我們台灣 跟美國之間的這種經貿的往來 我們的那個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第一階段已經簽了 那現在正在討論第二階段 我想委員剛所說的簽了萊豬協議 這個好像是跟事實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們如果說要遵循國際的這個貿易法規的話 我們就不能夠針對其他的國家的這些產品 有歧視性的作為 但是因為人民的期待 他們就我們看一般人民的期待 他們您可以解釋 但一般人民的期待 他們會認為說 是不是簽了萊豬協議之後 沒有簽萊豬協議 我想這個委員剛剛所說的 我剛剛有說 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所以我了解您的說法了 就是簽訂萊豬跟這些 我想委員所說的簽訂萊豬 這個說法應該要做改變 拜託委員稍微做一個改變 比如說您也去美國 我也去美國 我們很多人都去美國 我們去美國所享用的這些豬肉 都沒有問題 如果說我們去美國所享用的這些產品 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們回到台灣 就會有問題 我理解您的說法 但我只是從民眾的角度來說 許多的民眾會誤以為 好不好 我用誤以為 簽訂萊豬之後 可能有BPA 我在說沒有簽訂萊豬協議 這個說法要改變 您認為沒有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我們有21世紀貿易倡議 已經簽了一部分了 現在正在討論 BPA 對於台灣使用能源 多次在美國商會提到了 有關台灣電力的問題 能源轉型的落後 在外交部上面 是怎麼跟美方來溝通這件事情的呢 這個部分主責的單位 是我們的經濟部 至於能源是否足夠 如果說看看現在的儲備率的話 我相信委員也應該會感受到 我們的電力是相當充足的 我是沒有感受到相當充足 因為4月15號 北北七插點要大停電 大限電 4月15號插點大限電的事情 是擺在所有人的眼前 再來烏克蘭戰爭至今 請問我們提供了多少的經援 如果要把所有的這些物資 一般民眾的捐獻 以及政府這邊的支出加起來 大概有1億出頭美元 1億出頭的美元 那有一些的經援 就我知道也不是從烏克蘭來協助 可能是透過其他的國家協助 那再轉進烏克蘭 有包含在這1億美元裡面嗎 應該是 全部都包括 全部都包括了嘛 那我想請問一下 當蕭美琴準副總統出訪捷克的時候 我方有沒有就協助烏克蘭的部分 承諾未來要提供任何的資源呢 這個問題我希望您能夠誠實的回答 很誠實的跟委員會回答 蕭副總統當選人 他去捷克的時候 沒有去做任何的承諾 那這些都是我們外交部 跟這些其他國家在做討論的 譬如說烏克蘭的政府 現在跟我們政府之間 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那如果說要協助的話 能夠透過這些友善的這些國家 譬如像波蘭捷克 斯洛伐克 立陶宛等等的 那可以跟他們一起合作 進入到烏克蘭 協助烏克蘭的這些建設 那目前都是這樣子在做 所以他的時間點上面 就是說我們在跟捷克討論到的 相關時間點上面 跟烏克蘭的 跟蕭副總統當選人去那邊 沒有關係 沒有重疊到 沒有關係 是沒有關係還是時間沒有重疊 就是說沒有關係 那這個是我們外交部一直在 跟我們的友善國家在做討論的 跟蕭副總統當選人去 好 我希望您今天的說法呢 能夠記得 因為之後或許會有更多的記錄揭露出來 那如果說要用網路上面的假消息 這個就不好 不是不是我一定是會用最真實的消息 好 那呢 部長怎麼看待 我們看到好幾個民調裡面 來我們出示一下 像是這個是在 美麗島電子報所做的民調 好 民眾最不滿意的部會首長 那當然您不是第一名 還沒有做到那麼差 第一名呢 是經濟部長王美華 第二名是數位部長 數差部長唐鳳 第三名呢是NCC主委 再來是衛福部長薛瑞源 再來是王國才 這幾個我覺得都相對真的蠻差的 但下一個是您 好 所以您怎麼看待自己的負面很高 您覺得原因是為什麼呢 三十一位的閣員裡面所選取的十一位 去做評比裡面 您是第六位 民眾希望想要 越快換掉越好的部長 這個只是其中的一個民意調查而已 我也看過其他的民意調查 我是在內閣之中被認為表現最好的 不滿意度最低的 我也想貓妹請教一下是哪一個民調啊 我想委員會會使用網路 你去網路上找一下 因為我沒看過 所以我要問你啊 我想那個網路上的這些資料 對我們的外交部的同仁來講 那你們下次要 你們下次要記得記一下 因為如果我問你們都不知道 都沒有幫自己辯護 我也是愛莫難助 那再來我們再看下一個 是根據台灣議題研究中心網路調查 您也是國安國防團隊裡面負面聲量最高的 可能的原因包含是您先前八年來斷交十個國章 斷交部長的這個說法 還有在立院質詢的時候拍桌 這些都不是我講的 是新聞上面所說的 那繼續擔任國防要職呢 民眾國人是不買單的 上面有三位嘛 有吳釗燮部長 顧力雄未來的部長 跟蔡明燕局長 這三個人裡面的負面聲量比較 這是另外一個叫做TPOC的網路討論 國安國防的人選 您的負面聲量高達28489 跟其他兩位比起來高出非常的多 您覺得是什麼原因呢 我不確定是什麼原因 但是這個網路上面的這些調查 的確是有很多 包括對政府的官員 對立法委員也有 那至於我在立法院裡面 接受委員質詢的時候 我都希望能夠照實來說 但是我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中國在欺負我們 的時候我們的立法委員 是補進來踢一腳 那誰是補進來踢一腳的 立法委員呢 你可以告訴我們嗎 這個部分就由委員自己去想 那你不能講說 立法委員踢了一腳 又不告訴我們是誰啊 有 那是誰呢 那有 誰啊 我已經說了 有 是誰啊 那就有啊 等一下 主席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我們的外交部長 在我們的國會殿堂上面 說了有立法委員 不知名的立法委員 在中國大陸 然後呢 就配合中國大陸 踢了中華民國一腳 那我想這是對中華民國 所有不分立法委員 相當嚴厲的指控 所以我想部長應該要負責任的 說出他們的名字 你可以去告我 秒是國會 讓 還沒通過 如果通過會告 但是 趕快去告 你應該要讓民眾 來以示公平 您所說出的這些委員 是不是配合中國大陸 去踹中華民國一腳 還是您 不負責任的提出說 有委員去 我沒有不負責任 有委員去踢 踢中華民國一腳 但又不願意說過 每一次在我們遭受到 中國最嚴厲的 這個侵害的時候 如果說看一看 我們國會裡面的 這些狀況的話 我相信委員 會贊成我的說法 那到底是誰呢 我就很好奇啊 你沒有說啊 你一直說你說了 我沒聽到任何一個名字啊 那我一個一個點名好不好 那是 我們現場好多哦 是洪生漢委員嗎 是沒有 我一個一個點名嘛 那是 沈柏洋點員委員嗎 我想委員最快的方式 就是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 是 陳冠廷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馬文君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徐曉星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好我最後要告訴您 如果您要在國會殿堂上面 指控有任何一位立法委員 配合中國大陸 你就應該要負責任的 把名字講出來 否則這就是對全體立法委員的 這個就是藐視國會 所以你可以去告我藐視國會 對的以後會通過的 謝謝 謝謝